HELLO 大家好 我是RuGiGi 是不是又看到這個手戲的招牌動作 覺得非常的親切啊 好啦好啦不鬧啦 今天其實我想跟大家聊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抑鬱症 其實提起抑鬱症吧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嗯 就是交錢都是做自己找事情 自己不想控制情緒啊 自己要傷 可能就得傳播點符號就得鼓吧 這個連頭誰沒點壓力 沒點抑鬱情緒啊 遇到點事情就要自己要做的 是於嗎 哦 其實提到抑鬱症很多 嗯 不知情 沒有體會過這個病的那些人 他可能真的就會這樣覺得 那為什麼想做這個選題呢 因為最近經常看到新聞上會有 什麼疑似抑鬱症的女孩子 失聯啊 還有好幾個女孩子 手拉手XXX啊 就嗯 包括之前也有很多明星因為抑鬱症 說實話真的看得我有 可惜 痛心 又害怕 那我害怕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深受抑鬱情緒困擾的一個人 像我周圍的朋友 他就會覺得我每天都在嘻嘻哈哈的 好像很快樂的樣子啊 但是誰又知道其實我真的是一個 離抑鬱只差那麼幾步的一個 焦慮症患者呢 我現在真的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抑鬱症 它真的是一種病 它雖然不像什麼癌症啊 腫瘤啊 有一些看得著感受得到的那種 明顯生理病變 但是它就是真真實實的病 像抑鬱症患者腦袋裡面的 杏仁河 海馬體 匡額葉皮層 大腦白痴 這些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樣的 當然這些都是我去搜集的資料 畢竟我也不是學醫的 我也不懂 但是我說這些其實真的就是想表達 抑鬱症它真的不是作 而是真真實實存在的一種 不能控制的疾病 那這裡我想講一些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近一年來真的身體狀態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現在處於一個 相當於一個全職的美妝博主 壓力真的非常大非常大 因為像自媒體這個行業真的 你一旦落後一點點你就會被淘汰 然後就會時常陷入一個高壓的狀態 其實我還是算是一個蠻樂觀的人 就會下意識的讓自己變得樂觀起來 我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特別在乎那種惡評的人 但是說是這樣說 誰看見說自己不好的話他能開心呢 每次出現這種消極情緒過後 就沒有意識去把它及時給排解掉 再加上自己平時生活作息也有點不規律 經常會熬夜啊什麼 就導致自己有點壓健康嘛 然後這樣子的心理上的不舒服 加上生理上的不舒服 互相去影響互相去疊加 就時常讓我自己覺得自己有病 時時刻刻懷疑自己下一秒就要猝死了那種感覺 而且有時候經常會出現那種非常真實的那種 冰死感還有失控感 就突然一下特別緊張 感覺我下一秒就快 所以我就經常往醫院跑 然後做了各種檢查 然後醫生都說我身體很正常 後來我就只能去找精神心理科看 然後醫生就給我診斷是驚恐障礙 它是屬於焦慮症的一種 然後醫生當時是給我開了一個西普泰蘭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藥 我忘了 就他們兩個都是抗抑郁症的藥 醫生當時跟我說 讓我連續吃藥吃六到九個月 但是我只吃了一次就放棄了 那個藥的感覺真的讓我能記一輩子你知道嗎 這是我第一天晚上睡前吃的 第二天起床過後 我整個腦子痛到快要爆炸 就整個人像打了拳馬一樣的那種感覺 就手腳不聽使喚 渾身上下每個細胞都很難受的那種感覺 那一整天我都只能全在沙發上 就頭靠著沙發這樣做了一整天 然後我當時就擺兜了一下 說這個藥它是有一個試應期的 然後它在這個試應期間就會這樣 最可怕的是 他說幾個月過後就是停藥的那一段時間 是更慘更痛苦的 然後我當時嚇得把藥扔了 但是我到了第三天都還能感受到那個藥的作用 可能那個藥為了不讓我們有那種不好的情緒 所以他乾脆把我們所有情緒全部清空了清零了 一整天就笑嘻嘻的拍完視頻 然後回家就面無表情 我覺得好難 特別特別難受那種感覺真的 形容不出來 然後到後來不吃藥了 我只能靠自控 時刻提醒自己 就是一有那種消極情緒的時候 一定要去排解 那這個時候其實那種 這種話其實對我們還是蠻有幫助的 找一個懂你的朋友去拉你一把 真的比你一個人在那裡排解要管用很多 像我就有一個很好的學姐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夥伴 他們對我的理解還有對我的寬慰都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求生欲也很強 我會盡可能去直面自己的脆弱 還有想要逃避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一旦開始有這種抑鬱情緒 就會強行轉化自己去做一些自我提升的事情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啊 把自己給平鋪開 而不是把自己關在自己的那個小黑屋裡面 而且有時候 你真的越是什麼事情都不想去做的時候 你真的越要去做 讓自己動起來 活起來 不停的給自己心靈暗示 就是這個身體是我的 我能控制它 其實我真的沒有抑鬱症那麼嚴重 但是我真的特別的理解抑鬱症的感受 真的會很難受 會莫名其妙的難受 這時候你就會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甚至會覺得人生很沒有意思 是一種情緒不可控的狀態 所以在我們能控制自己情緒的時候 真的一定要去控制好它 像已經很嚴重的那些寶寶 也一定不要放棄 一定要積極的治療 不過也許是可能我自己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說的比較輕鬆 但是我還是想鼓勵抑鬱症 或者說有抑鬱傾向的那些寶寶們 一定都要提起精神來 自救真的永遠是最重要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是值得你用生命去換 也許這個社會真的是處處充滿競爭 也不是那麼的美好 不是那麼的光明 但是我們跳出社會這一層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它真的是美好的 世界它真的在努力的愛著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生命 周圍的一切都在支撐我們活著 你看像地心引力把我們保護在地球上 讓我們在這裡體驗生活 體驗生命 還有我們周圍的那些非常微小的植物 一片葉子 它都在努力的光合作用給我們供養氣 最後呢我還想要跟那些不理解抑鬱症的人說 不理解可以 但是真的不要惡言去傷害別人好嗎 你如果說不出什麼好話 你就不要說話 其實真的誰都不容易 我相信這些惡言愛語的人 也會有抑鬱情緒嘛 所以就為什麼不能大家各自對大家多一些理解啊 包容啊關懷啊這些呢 好了就這樣吧 三大一七情 以後你們都看不見這樣的我了 以後我再回歸我的本色了 好就這樣吧 拜拜